主料,冷饭一份,培根两片,鸡蛋三个,辅料,油,盐,葱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备料冷饭,香葱,鸡蛋,培根,锅里加油,将鸡蛋打入,炒制蛋也凝固,再将培根加入铜炒制出来,再将冷饭加入一桶炒制松散,加适量吸盐调味,最后再加适量葱, 葱花炒制出现即可,这样子一份培根炒饭就完成了,烹饭技巧,饭团比较难炒开的时候,加少量的清水或是料酒一吹就可以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